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九月三號的公視 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人 馬上帶你來關心到颱風動態 中臺宣蘭諾是持續的接近 氣氧局在今天清晨已經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受到颱風還有外圍環流的影響 今天東南部地區有機會來出現焚風 觀眾朋友要特別留意 海巡人員在三線颱風警區拉起封鎖線 吹哨市警官讓民眾快離開 隨著熏蘭諾颱風逼近 海邊的浪越來越洶湧 避免颱風侵襲造成損害 南方澳漁港的漁民早把漁船駛 駛入港內並且綁牢 宜蘭火車站前的幾米星空飛天火車 由工作人員動員機組卸下 上午八點半 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隨著熏蘭諾轉北移動 東北部和北部山區出現 雨勢與強風 氣象局指出暴風圈進入巴士海峽 面對臺灣東南部海面 東北部海面 北部海面構成威脅 預計暴風圈未來有擴大趨勢 而颱風影響顯著風雨都有感 尤其是瞬間強震風 民眾要做好該有準備外出活動得更注意 預計周日4號下半天宣蘭諾颱風才會離開臺灣海域 記者綜合報導 宣蘭諾颱颱風夾帶強風大雨 新北市平溪國中以及德拉蘭民族實驗小學在昨天宣布中午過後停課 全臺各地也都陸續傳出災情 基隆的工地有鷹架倒塌 彰化也有大樹被吹倒 壓倒了三部機車 還壓上一名外送員 記公合力 敲打支柱 固定樹木 接著出動電鋸修剪樹木做好防台準備 隨著宣蘭諾腳步逼近風雨也越來越明顯 新北部分 市長侯友爺也親自前往災害應變中心 關心颱風動態 新北平溪國中以及德拉蘭民族實驗小學已經宣布中午過後停課 陶基也全面戒備進行防水閘門測試 宣蘭諾還沒有碰觸臺灣 但各地已經傳出災情 二日凌晨基隆一處工地受颱風外圍影響 鷹架傾倒 索性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中臺灣部分監視器也拍下昭華市區約一層樓高的大樹被吹倒 不僅壓倒三部機車 一名正要離開的外送員也被壓傷 索性只有手腳擦傷 而在莊華二林從一號也刮起大風 路樹被連根拔起 橫倒在道路中央 路過民眾即使閃避才沒有受傷 但也因此造成交通中斷 不少民眾表示接下來的週休假期還是要減少外出 將颱風影響減到最低 記者綜合報導 中臺宣蘭諾還沒登陸 零星的災情不斷 屏東市有路樹被強風吹襲晃動 壓到了高壓線路 導致五千多戶民宅停電 沿海風浪也增強 東流線在昨天下午部分業者停止 臺東往綠島 還有蘭嶼的船班也是分別停止到週六和週日 臺電人員趕緊將壓到高壓線路的樹幹巨斷 受颱風影響 屏東市有路樹被強風吹襲晃動 造成高壓線路相間短路 二號中午十一點多 林森路等多路段 共五千一百零五戶民宅停電 附近工廠沒電 無法作業 停電狀況下午一點半左右完成修復 但隨著中臺宣蘭諾 南落的靠近 不只市區封牆 沿海風浪同樣組件增強 東流線下午 勝藍白 聯營及公船 航線正常營運 但改在大幅雨港上下船 民眾擔心船班週末停止 港口出現撤離人潮 除了小琉球 臺東往綠島及蘭嶼 船班也分別停止到三號及四號 加一部帶到馬公航線三號停航一天 颱風逼近不止影響交通 以為颱風後菜價往往都會上漲 預期心理也反映在北部菜價上 根據北農統計二號小白菜的批發上架每公斤四十七元 高麗菜四十九元 地瓜葉五十四元 平均菜價約漲一成 不過高雄子官農會表示 颱風對南部影響較小 菜價短期波動不大 農民忙著收割小白菜 就怕颱風帶來的大雨把菜泡爛 儘管南部菜價正常 就怕週末風雨大 三合市場一早就有不少民眾來採買 以防萬一 記者 陳煥 許正俊綜合報導 帶你來看到今天今天早安書報 首先來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相局今天清晨兩點半針對宜蘭 基隆 新北 臺北 以及北海岸等地 發布了中臺 軒蘭諾的陸上颱風警報 預估暴風圈會在七點到八點左右 接觸到宜蘭東北角一帶 颱風的強度也不排除會增強 今晚之後可能回到強烈颱風等級 預計 明天晚上的八點或者十一點才會解除海上颱風警報 接下來看到自由時報 臺中市某自憂班名師 今年四月被畢業多年的女學生 向臺中市姓平會舉發 在二十多年前性侵女學生 臺中市教育局姓平會調查小組決議 對黃信教師予以解聘 永不入用 也沒有退休金 最後來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臺北市逐步升高防疫管制 柯文哲下令延禁逐桌禁酒等措施 議員就質疑和中央逐步開放政策背離 選舉期間也不容易落實 另外北市水利處 因為疫情的關係禁止 中秋節在河邊公園烤肉 有議員就批評 可以內用戶外烤肉 卻是不允許邏輯這樣有點矛盾 而食藥署在昨天開會審查莫德納次世代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 同意 核准可適用於十八歲以上成人追加接種 指揮官網畢生就表示 衛福部下週一就會召開會議 決定接種的族群還有間隔時間 有可能開放全民接種 最快九月底開打 國內新冠疫情將迎來下一波高峰 食藥署在二號下午審查莫德納次世代疫苗緊急使用授權 同意核准可適用於十八歲以上成人追加接種 並將在下星期一ACIP的會議中進行討論如何施打 目前在國際間共有兩種組合的次世代疫苗 分別為英國上個月核准的莫德納原始武漢病毒株加BA.1 以及美國這幾天批准的武漢株加BA.5 而國內二號審查的就是前者英國核准的莫德納次世代疫苗 國內醫師則提醒全球BA.5疫情居高不下 若台灣還在用BA.1次世代疫苗 防疫效果恐怕有影響 至於是否可能開放全民施打王必勝表示有可能 但會設年齡限制施打年齡門檻還需再討論 最快九月底十月初開打 記者為陳昌會特報導 本土的BA.5疫情升溫在昨天新增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三例本土病例 已經是連續四天破了三萬例 此外呢在桃園機場九月一號的深夜 疑似是因為防疫計程車不夠 導致有外籍學生 反台國人以及外籍移工被困在機場大牌長龍 指揮官王必勝已經表示請桃機公司把流程改善優化 以利開放更多人入境 本土BA.5疫情升溫 疫情指揮中心公佈 二號週五新增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三例本土病例 已經連續四天病例數破三萬例 重災區新北市更是連續三天 新增超過七千例 而中重症有一百三十一例 死亡則有三十六例 另外新增兩例兒童 Miss C 其中年紀最小是四歲女童 她沒有慢性病史也沒打過疫苗 七月初確診八月底出現 Miss C C症狀 所幸經過治療後 已經康復出院 指揮中心表示今年到九月一號 累計近五百三十萬確診病例 目前已輕症無症狀 患者居多 有九成九 各年齡層致死率沒有升高 仍然維持在百分之零點一七 口服抗病毒藥物存量足夠使用三個月 萬一疫情擴大也會隨時增購 口服藥都是夠的 那所知道的大概可以用量 都還有這個三個月以上 那我們當然也會看疫情的規模 如果疫情規模 這比我們想像的大 使用量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也最近也都有跟廠商聯絡 都是可以隨時再增購 此外目前每週放寬到五萬人入境 不過一號週四晚間卻爆出疑似 淘機防疫計程車不夠 導致外籍學生反胎國人 以及外籍移工困在桃園機場大排長龍 對此王必勝解釋 因為監鋒班機較多才造成擁擠 以及請桃園機場公司 把流程再改善優化 以利開放更多人入境 新冠疫情升溫 台南的成大就宣布開學前兩週遠距 第三第四週報備後比照辦理 但被教育部要求配合中央遠距到十八號 學生認為有不少外縣市的學生 都已經返校 還不如全部上實體課 比較有效率 一號起全國大專院校陸續開學 雖然成大五號才開學 校內已有學生活動 不過上月底成大已有學生活動 以疫情升溫為由率先宣布 開學前兩週線上遠距教學 實體課程報備後兩週待核定後 比較辦理和教育部措施不同 引發爭議 校方收到教育部回覆 開學第三第四週要遵守中央規範 等同遠距止到十八號 隔天就要實體上課 學生的學習的權益 學生表示教育部回覆 應配合中央防疫 才會調整原先全遠距的決策 但變來變去也有學生覺得很混亂 臺中則有診所醫師發現開學後確診人數攀升 原本一晚確診數不到十人 近日最高到三十人 臺中市統計開學至今 全市停課班級兩百八十九班 二日新增確診學生五百二十九人 而醫師也發現近來不少都是全家輪流確診 建議學童幼兒跟長者一定要打疫苗 增加保護力 記者綜合報導 前工程會委員長石木欽涉嫌和負商 歐茂中長期不當接觸 並透過妻兒買股票牟利五千多萬 承接法院在一審的時候判決罰奉一年 約三百五十四萬元引發侵判討論 全案上訴後 昨天二審宣判改判撤職 停止任用一年 全案定驗 前工程會委員長石木欽被控與家和實業負責人 歐茂中不當接觸 遭到監察院彈劾 全案送懲戒法院審理 懲戒法院去年一審判決 罰奉一年 約三百五十四萬 並且認定大部分事實 已經超過舊版工程法規定的十年追審期 不予益處 不過全案上訴二審後 二審認為石木欽在二零一六年的買賣股票行為 還在法官法追審的時效內 並且認為犯罪時效連貫 因此廢棄一審判決 改判撤職 停止任用一年 全案定驗 對這個判決結果 施改會認為這個案子已經樹立 懲戳法官違紀的典範 值得贊同 也呼籲懲戒法院 應該以同樣標準 審理其他相關案件 對判決結果石木欽透過委任律師 強調認為這個判決結果完全失去 行使懲戒權的意義 痛不必是一個因人設施的判決 對判決結果深表遺憾 記者陳嘉欽 謝正寧台北報導 接閉者保護法草案 目前立法院朝野黨團有十幾個版本 尚未審查 而榮 聯誼 榮點點的榮譽副董事長 宣明志就表示 向陽基金會收到二十三件接閉案 但吹哨者為了自保 最後都卻步 呼籲立法院應該儘速完成立法 接閉者保護法 列為優先法案 接閉者保護法在國內討論多年 卻遲遲無法通過立法 近年發生多起吹哨事件 包括普洋馬翻車事故 員工揭發ATP內幕 卻遭台鐵記過 以及網紅好棒棒 踢爆柬埔寨詐騙 遭外交部指聲誤導國人 引發爭議 聯電榮譽副董事長 薛明志過去捐贈一千萬吹哨者獎金 給向陽基金會 鼓勵吹哨者說出真相 也收到二十三件接閉案 但沒有一位催哨者 願意勇敢站出來 其中有若干件重大的東西 是可能可以去接閉的 但是礙於現在的法令 沒有得到適當的保護 到最後他們還是這個卻步了 不敢站出來 難道我們不能要求 這些投標的廠商 內部必須有接閉者政策 他才具投標資格嗎 學者表示公司部門都迫切 也需要接閉者保護法保障 提供身份保密 人身安全保護 工作保障 避免催哨者被懲處失業 也認為還沒立法通過專法之前 其他部會或者特許行業內部 可以先訂定催哨者保護制度 這個議題大家有共識 我們一起來促成 目前朝園立委提出十二個版本 獨缺行政院版 民進黨立委吳玉琴呼籲行政院 儘快送出草案 讓各黨團討論鄰居共識 儘早完成立法 記者黃子傑陳柏玉 臺北報導 花蓮港警接獲民眾報案 有一名身心障礙女子 被詐騙到柬埔寨 至今下落不明 警方不現追查後 破獲人蛇集團在臺幹部據點 以及控制被害者的收容中繼站 這位身穿綠色T恤的男子 就是負責帶被害人去外交部 辦護照的負信嫌犯 他還刻意和被害人保持距離 出外交部後 將人交給一位誠信嫌犯安置 畫面中的女子 這是花蓮秀玲香的一位精細女子 於七月底被翻運到柬埔寨 至今下落不明 警方許縣在八月三十三十一號 兩天進行追捕 於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 破獲該集團在臺幹部據點 當場逮捕成績嫌犯等 該人蛇集團的在臺幹部 近發現這裡也是控制被害者的 收容中繼站 估計已轉介超過三十人 華蓮港警總隊強調 該人蛇集團專門鎖定弱勢族群 拐騙出國工作 由陳姓男子在臺負責中繼站 父姓男子負責辦護照 兩人最後分別以十五萬元與五萬元交保 集團主賢還在柬埔寨 目前持續追查 記住我們再看 報導 國際消息來看到G7七大工業國集團 二號達成共識 將對俄羅斯原油在國際市場的價格 設定上限 目的是要削減俄國在戰爭期間的收入 以及維持石油價格穩定 但細節還有價格上限範圍 還有在討論 克林姆林宮就回應 將不向設限的國家公油 並且警告此舉將導致石油市場 嚴重不穩定 莫斯科入侵烏克蘭戰爭 仍在持續中 G7七大工業國集團 再度對俄羅斯能源出手 G7財長會議達成共識 將對俄羅斯原油在國際市場的價格 設定上限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各國祭出制裁 莫斯科也提高油價來反制 雖然俄國石油出口是去年八月以來最低 但今年六月 單月收入卻成長七億美元 原因就是價格上漲 為此美國提議設定俄國油價上限 俄羅斯則表明不會遵守相關規範 還警告此舉將導致石油市場 嚴重不穩定 迫使歐美消費者付出代價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對油價上限的措施表示歡迎 也說俄國天然氣同樣該設定價格上限 不過相關細節和油價上限範圍還有在討論 公司新聞鄭惟仁中建剛編譯 接下來我們起來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惟仁 我明天同一節再會 與我們來說全新疆的情報 踐勾 踏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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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